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5号召开会议 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5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8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和关于2021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胜利召开党的19届六中全会 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一年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和诸多风险挑战 全国上下共同努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我国发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会议强调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 十分重要的一年 做好政府工作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继续做好六稳六宝工作 持续改善民生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 今年工作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稳定经济大盘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大力抓好农业生产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 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成效明显 发挥了政治监督作用 党的19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对深化金融改革做出全面部署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严厉惩承治金融领域腐败 有效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同时巡视也发现 金融单位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 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有的问题带有共性 必须认真解决 要压实整改主体责任 加强整改日常监督 推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会议强调 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 金融发展之路 要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坚决维护金融稳定大局 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氛围 落实两个责任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政商旋转门等典型共性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 一体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要创新完善权力监督制度 和直际执法体系 做到惩治金融领域腐败 和处置金融风险 同步推进 严肃追责和追赃完损 同步推进 建立制度和强化制度执行 同步推进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强化领导班子队伍建设 要深入推进金融领域改革 不断提高金融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会议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同意其对2022年的工作安排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巩固深化政治巡视 突出巡视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 要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党内监督无禁区 扎实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 要认真贯彻关于加强 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见 完善整改机制 强化整改责任落实 要持续深化巡视巡查 上下联动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用 要认真总结 19届巡视工作 不断深化规律认识 把巡视工作做得更加科学有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